华形建築在1967年成立 作為一間以推動建築業向前 以人為本、以港為家的企業 我們承傳了超過50年的經驗和信譽 以誠信可靠、創新 成為香港領先的建築成建商之一 更透過工程、專業技能 和精益管理營運模式 增強客戶的信心 华形擔任總成建商 主要負責公司型機構的樓宇建築工程 以及RMAA維修工程 承接了不少具代表性的項目 涵桂住宅、酒店、工商業大廈、數據中心 以及學校或其他樓宇設施 我們一直以來都深信 採用先進的資訊科技 和創新的數碼化管理技術 可以提高施工效率 促進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所以 我們在去年7月 透過Spatial Technology的推介 亦受到Loway platform 知道這個工地流程管理方案 在香港有很多成功案例 而且又已經得到CITF的預先批核 所以我們決定申請這個基金 在最近的三個項目 包括公開大學校園發展計劃、東松酒店、 官行住宅發展項目第二、第三期 都使用了Loway 去提升品質管理和安全流程的效率 懷疑一向很著重質量 在未用Loway Quality前 我們要求前線員工檢查每一個工序 包括釘板、擦鐵、駱石、批檔等 在檢查後都要填自己表格 同時花很多時間去處理 有時脫漏是在所難免的 作為地盤主管的我 真的很難監管和同事掌握每一個細節和情況 用了Loway之後 這十幾二十張表格 全部都用電子化 同時只需用手機輸入資料 方便快速很多 不用再浪費時間去收集和處理 很多文件和表格 我在SiteOffice的電腦裏 看著桌子板就一目表現了 就知道三個項目 哪些工序經常出現的質量問題 可以提早處理和解決 地盤安全管理非常之重要 我們以往都是靠員工自律地填寫、遞交 和批核各種Permit to work 安全檢查清單和巡查報告 每天真的有很多文件要處理 完成了程序之外 其實都沒有一個集中的系統 讓我們檢閱安全的狀況 現在用了Loway Safety之後 工程主管可以監察到 地盤哪個位置、哪個工序容易出現問題 從而作出改善行動和措施 保障工人的安全 今次透過CITF去試用Loway Platform 替我們華營在數碼化工地管理方面 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往後日子 我們會繼續和Spatial Technology合作 聽出他們的專業意見 探索如何將Loway Platform 應用在DWSS數碼公務工程監督方面 進一步實現建造業數碼化